前年我带我女儿去旅行 就去那个青海 开口火会的时候 他们都唱起那些 我的祖国啊 南丽欢啊 那些 我就跟他们一起唱 但我女儿在坐在旁边就问我 你为什么会唱啊 为什么我们没听过 为什么我们不懂那些歌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那一代的年轻人 真的跟我们内地 有一个很大的各模的地方 各合的地方 就是文化上 谈及香港与内地的青年教育问题 香港专栏作家 时评人屈颖举了一个 发生在身边的例子 在他看来 文化隔阂是两地青年 乃至民众在交流中的最大障碍 儿时就读于爱国学校 香港中学及附属小学 自小接受国民教育的经历 让在香港长大的屈颖与内地 并无疏离感 上课的时候不一定是历史课 比方中文课或者是数学课 音乐课他们也会把那种国家的观念交给你 比方数学课他们老师会讲 我们中国的数学家哪一个是很出名的 音乐课我们会唱那些 南丽湾我的祖国 所以我那些国际歌那些我都会唱 我就觉得我跟那个内地没有什么隔离感 所以每次放假或者是什么学校活动 就带所有的学生去看一红而旅 看那个季曲威甫山 慢慢看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也要营造一个气氛 或者是营造一些机会去那些学生去看 曲莹言建议应从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媒体教育三个维度入手 重新塑造港人对国家的文化认同 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他认为产生文化认同的第一步 是接触和认识国家的文化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香港在文化共享平台的搭建和拓展方面 还做得很不够 内地的电影也现在很火了 很多电影都很火 但在香港基本上很难看到 是最近那个李焕英 你们很出名了 但是香港你没有找到一个电影院去 可以看到那个电影 我觉得我们那个文化上跟内地不能同步 前几年内地讲的我不是要神的时候 全中国都在讲很火 这里完全没有没办法看到 我怎么讲 我想跟你讲都讲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上 我们已经有一个好像隔绝的一样 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打通那条路 因为其实电影 电视那种文化 是最容易进入家庭 进入人心的 除了文化的互建 屈颖也认为 对香港民众的历史教育也应加强 他指出 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教材 在香港中环 不少街道就是用港都名字命名的 很多历史遗迹虽仍保留 但背后的历史故事却先有人知 以前比方香港有东刚中队吧 抗疫的嘛 不说是小孩子 大人也不知道 很多香港人也不知道这段抗疫的历史 我觉得那方面的历史我们都应该留住 还有那些就是他们 现在还有那些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在 假如他们内带都走了 我们就更难抓住那段历史 其实在政府的环境教育上 我们也可以做 每一条街 有一些讲解 或者是变成那个历史的旅游 大家一起去看 看完再讲解 我觉得这样 他们会记得比较深刻一点 针对此前有人发表 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是民主倒退的言论 曲颖言反驳称 最好的制度 就是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而此次的人大决定 能让香港社会长治久安 为香港民众带来幸福感安全感